来插播一条不幸的消息 在12月13号 国务院原主任袁牧去世 享年91岁 愿逝者安息 我们下面来看 《信报》和《星岛日报》的两条消息 都是关于粤港澳大湾区 那么林郑就站粤港澳大湾区 想天势地利人和 有了机遇 关键在于要抓住机遇 包括高铁 大桥都开通 布局是耳目一新 包括陈茂波就指出 强化旅游业 稳经济 对于香港来讲的话 是重要的一环 光返港的旅客就超过了6000万 这个数字是相当的惊人 我们再来看 二手楼价跌 扩置了17个城市 连增三个月 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数据 这里面有消息就指出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的话 楼价下跌 看来是更趋于理性 这个也是一个好的事情 China Daily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条消息 人民币首期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管涛就说 两年内可以自由浮动 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所以未来两年内 人民币的汇率 有可能会实现清洁浮动 也就是正常的浮动 这是正常的 来自于信报 华尔街见闻 二月合适事 也是在这两天的事情 让人感觉到非常非常地唏嘘 也就是很多这些知名人士 都离开了我们 感觉非常非常地遗憾 信报 高盛料明年香港的IPO集资 将难以禁锁 什么意思呢 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你像金融股了 工业股了 都会出现新的情况 好的迹象 来自于信报 陈云林申请来台 国台办的局长将会随行 主要是调研江炳坤 那么这实际上也表明 两岸的关系 还是需要通过某种方式 来加强相互之间的了解 中国时报 我们再来看 关于一条大熊猫的消息 两岸急动 波及到谁啊 波及到熊猫 那么熊猫呢 想找个老公 找不到 怎么办呀 还是需要两岸在政治上 要实现和缓 明报 中国时报 梵蒂冈发言人 郑时代表团刚刚访问了中国 中国和梵蒂冈 什么时候能建交 是大家所关注的 我们也期待 这一天早日到来 环球时报 美内政部部长 请辞或准 这个人叫什么 我估计大家不需要知道了 因为他已经离开了 已经不算是 特朗普的内阁成员了 他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把公家的钱花了 出现了丑闻 中国时报 包括白宫的幕僚长 现在换人了 这个是个代理的幕僚长 但是这个人曾经批 特朗普是个烂人 这个人叫什么呢 他实际上是现在的一个 白宫预算局的主任 叫穆瓦尼 这个人是不是能得到 特朗普的信任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观测 美国总统特朗普 捍卫分离 非法移民家庭政策 就是孩子跟父母要分开 确实有些非常非常的不人道 归星网 这个是什么消息呢 是一个关于特朗普 在是不是通俄门的问题上 我们还看得出来 这是18年8月份 这是11月份的一些消息 就是62%的人认为 特朗普在通俄门的问题上 是撒谎了 这还是另外一条消息 就是民意调查就指出 很少有人认为 特朗普说的一些事情是真的 所以包括在通俄门 在干预美国大选的问题上 他们都认为 特朗普是说了谎话 华盛顿邮报 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内容 也就是美国人 现在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 针对谁 针对特朗普 有人说他好 有人说他不好 民意调查就显示 你看说他好的也有 说他不好的也有 而且是不断地波动 这就是一种复杂的感情 华尔街日报 再来看 美国的债务高筑 击中难返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看 美国的很多 一个州也好 包括一个城市也好 它的一个GDP 相当于其他国家的 一个国家的GDP 所以的话 这个问题处理不好 债务问题处理不好的话 将会波及 世界的经济安全 大公报 美国联储局 一息明年展望 但是会让美股 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不安 美股聚焦 储局明年加息的步伐 那么鲍威尔呢 记者会比较瞩目 究竟该怎么办 现在大家都在关注 信报 经济日报 乌克兰东正教 自立门户了 不再归 莫斯科管了 实际上表面上是宗教的独立 实际上是政治的独立 明白 这个是渣谎 渣谎出现了爆炸 42人负伤 后续的情况 我们进一步的去观测 我们再来看 日本外相就不回应 北方四岛提问 致歉 说将保持 坚默 另外呢 北方四岛超过半数的日本人 同意先收回两岛 两个小岛 一个是色丹 一个叫池武 再来看 还是关于日本 日本内阁的支持率 跌至42% 低于不支持率 另外呢 看看韩国 韩国呢 现在老百姓 对明年的经济前景 比较悲观 主要是收入越来越少了 但是呢 物价越来越高了 韩联网 共同网 今年1624艘 北朝鲜 也就是朝鲜的违法传支 被日本警告 进入到日本所谓的 专属经济区 被驱离 再来看 美媒就称 朝鲜改变海上物资的 转移战略 也就是避开 所谓国际的核查 这是来自于共同网 金正恩今年公开活动 军转民 这个军转民 就是民的事情 参与的多一点 达到了七成 就比如经济考察 而军的事情 参与的要少得多 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条消息 就是爱委员长 这个委员长 指的就是金正恩 胜过防弹 防弹是一个组合 那么韩国的青年 办全国巡洋 欢迎金正恩要回访 这说明 金正恩在韩国老百姓里面 还是有一定的人缘 朝鲜警告 或和美国重回交火状态 特朗普说 对朝鲜的谈判不能着急 因为特朗普希望朝鲜 做出相应的让步 那么朝鲜官员就说 美国制裁朝鲜的领导干部 是一种挑衅行为 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 下面还怎么去谈呢 联合早报 这个是卡塔尔外交部长 就说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你制裁伊朗 只能把谈判的大门 越关越严 无助于未来形势的发展 另外批评的就是阿联酋 说你总是不断地 惹是生非导致地区的形势 越来越不稳定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消息 就是野门内战 实际上美军也没闲着 美军给联军提供加油服务 但是这个加油的账单是多少 3.31亿美元 但是现在有一些国家不认 美国说就是这么多 但是是不是算得更多一些了 算得更高了 我可以再去做一个核查 土耳其引述美总统华府 一句话就是可能会把菊伦引渡回来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说明美国对土耳其 做出了重大的让步 信报 身经百战的伊朗将军擦枪的时候 走火 自己把自己给打死了 我觉得没有死在美国人的枪下 结果死在了自己的枪下 非常非常的不应该 联合早报 斯里兰卡总理副职 结束宪政危机 这又是一个好的迹象 来自于文汇报 美媒恶人先告状 中国空中力量强化 威慑美军的潜艇 如果你不到中国家门口的话 怎么会感受到威胁 也恰恰是你自己来得太近了 辛拉 俄罗斯国防部的副部长就说 俄军2018年共接装56款新武器 大家记住是新武器 不是56舰武器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爱沙尼亚防长就指出 本国军队世界最佳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的防长 都会说自己的国家军队是全球最佳 这个也无可厚非 辛拉 俄罗斯航天集团总裁说 采用超高速模式 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载人飞行 将于一年半后开始 那么之前飞的国际空间站 需要至少两天的时间 后来变成了六个小时 那么在一年半之后的话 将会变成三个小时 这个速度确实也是非常非常之快